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孟德尔种植的豌豆形状 表征都只有两种不一样 难道是遗传方式不同吗? 上课了 狐狸猫迫不及待地向老师提出疑问 刚刚在健康中心量身高 体重时 我发现同学的身高和体重有很多种 但是之前在超级比一比活动时 眼简皱褶的表征只有单眼皮 双眼皮两种 难道我们的身高体重跟遗传无关吗? 是啊 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皮肤颜色也都不同 有白人 有黑人 还有虽然我们是黄皮肤的人 每个人黄的颜色也都不同 难道肤色也跟遗传无关吗? 我还发现 除了肤色有许多不同颜色外 眼睛的颜色也是不止两种颜色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别急 还记得前面学到孟德尔提出遗传法则的内容吗? 我知道 遗传因子是成对存在可以决定性状的表现 有显性和引进这两种形式 清代都有两个遗传因子 会各分一个给子带 所以子带也会有两个遗传因子 除此之外 现代科学家还从观察检数分裂过程中 推测遗传因子应该位在染色体 称为本位基因 而且控制性状表现的基本单位是基因 大家都答对了 前面学到的孟德尔豌豆实验 或是超级比比活动 每一个性状都只有一对遗传因子 也就是一对等位基因所控制 所以只有有显性和隐性两种表征 这种遗传方式称为单基因遗传 有单基因遗传? 难不成有多基因遗传吗? 是的 你们刚刚提到人类的身高、体重、肤色、眼睛颜色 甚至头发颜色、体型都是属于多基因遗传 好有趣哦!老师请你再多讲一点 多基因遗传是由多于一个基因决定的性状遗传 这种类型的遗传不同于孟德尔遗传模式 性状仅由一个基因决定 多基因性状具有许多可能的表征 这些表征由几对等位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 例如人类的肤色由皮肤中黑色素的量决定 这个性状至少由三个基因决定 每个基因中都有两个等位基因 大A、大B、大C是深肤色的显性等位基因 小A、小B、小C是浅肤色的隐性等位基因 肤色由拥有的深色等位基因的数量决定 遗传到深色等位基因越多的个体 将会有越深色的肤色 这些不同浅色和深色等位基因的组合 将产生不同肤色的表征 假设人体肤色是由三对等位基因 大A、小A和大B、小B和大C、小C所控制 显性等位基因 大A、大B和大C会使皮肤内黑色素增加 则下列哪一种等位基因组合的人肤色最深 A、大A、小A、大B、小B、大C、小C B、大A、小A、大B、大B、大C、大C、C C、小A、小A、小B、小B、小C、小C D、小A、小A、大B、大B、小C、小C 正确答案为B 哇,真是奇妙耶 老师,我在登记大家的身高体重时 发现身高体重表征的人数 好像跟孟德尔有1比1、3比1的实验结果不一样 没有规律吗? 好,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如果我们测量豌豆田里的200株豌豆的高度 你可能得到什么数据? 大概高筋150株,矮筋50株吧 我们把狐狸猫的数据画成蛛状图 如果我们测量本校青年级200位学生的身高 你们觉得可能得到什么数据呢? 从140公分到180公分都有人吧 这是一张真实的身高统计图 好,这两张图有什么不一样? 豌豆高度只有高筋和矮筋两种表征 而且比例是3比1 人的身高分很多组 而且每组人数不一定 为什么两种高度的统计结果会如此不同? 感知到 是不是因为豌豆精的高度 只有一对等位基因控制 所以基因型只有大A大A 大A小A小A小A这三种 表现型只有显性和隐性这两种 而身高有很多对等位基因控制 基因型和表现型就有很多种 性状由一对等位基因控制 称为单基因遗传 会表现出明显对比的表征 例如人类的卷舌与否 只会出现卷舌与不卷舌两种对比表征 性状由多对等位基因控制 称为多基因遗传 这类性状的表现会有比较多的表现型 呈现连续性的差异 中间型的个体数量会比较多 两端的个体数量会比较少 我们称为常态分布 例如人的身高 体重与肤色等 老师说到肤色是跟遗传有关 可是去海边玩水时 为什么还是会晒到全身黑黑地回家 是啊 我妈妈每天都要我早一点睡觉 要常常运动才会长高 我还记得上学期学到内分泌系统时 学到脑垂腺会分泌生长激素 刺激我们骨骼生长发育 感觉上都与遗传无关啊 我们身上性状的表现 除了受到基因的控制外 还有后天的影响 像是营养摄取 运动量 睡眠品质等等 也都会影响到性状的表现 李李提到晒太阳皮肤会变黑色 是因为皮肤中会产生黑色素 保护身体不受紫外线破坏的方式 所以除了先天基因控制之外 外在环境也会影响肤色变黑哦 布图为某国中九年级女生的身高分布图 则有途可知 人类的身高为何种遗传方式 A 单基因遗传 B 多基因遗传 C 普遍性遗传 D 身高与遗传完全无关 正确答案为B 又到了课程尾声 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 1. 单基因遗传 性状由单一基因所控制 如有五美人间ABO血型 多基因遗传 性状由多个基因所共同控制 如身高肤色 2. 多基因遗传会有多种表现型 会有程度不同的连续变化 数量会呈现常态分布 例如肤色、身高、体重等 3. 除了遗传本身 环境因素也会影响个体表征后天的表现 最后给你个问题想一想 小君有酒窝 小君外婆也有酒窝 但小君爸妈却没有 这样的现象我们称为隔代遗传 学习完遗传学的你会如何解释呢? 欢迎你去观察、思考、寻找答案 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